以前的我的确不相信爱情 但有人告诉我 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 你还不懂 当时我的确有些嗤之以弊 直到我遇见了你 都笑嘱 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曾经以为 爱情 就是不管对方做什么 你会无条件地选择 选择等待 并且原谅 可是现在的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好像有点做不到 所以对不起 我请我们两位美丽的新娘 胖手腕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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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鲲腕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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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才把真相告诉我 对我来说 是多大的伤害 你能原谅我吗 对不起 我想 我还是不能原谅你 可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 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保护我 你觉得你躲着我 瞒着我 就是对我最好的保护了吗 小苏 我一点都不害怕他们 我不害怕他们跟踪我 你知道我害怕的是什么吗 是你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只要一想到那个时候 你特别地危险 可是我却浑然不觉 我心里是多么地难过 多么地自责 我多么希望 当时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不管是死是活 都是要一起面对的 从今往后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绝不隐瞒 我们两个 真的还有以后吗 这段时间我常常在想 我们是否真的应该在一起 小苏 小苏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 才能像现在这样抱着你 我从未想过要跟你分开 谢谢你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但是 我真的累了 我想冷静一下 或许 我们两个更适合做朋友吧 我知道了 你是要追杜小苏吧 到底应该怎么做啊 想要追到一个女孩 知道你最缺什么吗 什么 亲和力 亲和力 亲和力法则第一条 不要开你的兵力车 车身太黑 车身太亮 当你从车子上下来的时候 再配上你这张扑克面子 气压太低 女孩看到会害怕的 雷雨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就想过来看看你 走吧 带你去兜风 我明天还要早起 我就不去了吧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好 谁说过 谁说过我要 坐摩托车 哎呀 累着你快放我下来 累着我从来都没有坐摩托车 很害怕的这个 我说你这大冷天 你兜什么疯啊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你脑子是买了 我喝点了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我不是不好 我用了你脑子 你脑子说 哪子是是 你脑子 你脑子 我会房子 你脑子 不会把一些东西 你脑子 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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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赳 你是不是疯了 大晚上呢 骑什么摩托车 你想冻死我呀 不好意思 忘记了 你判了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这样好多了吧 亲和立法则第二条 不要再穿你的高级定制 那么贵 那么正 女孩看到了 怎么可能往你身上扑呢 万一把粉蹭掉了 蹭在上面怎么办 她赔得起吗 林师兄 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穿这种衣服了 这不是你的风格吧 亲和立法则第三条 懂得制造浪漫 制造惊喜 让整座城市充满爱的味道 这样 你们的感情自然而然会生满 林师兄 你没发烧吧 你怎么今天怪怪的 什么靠谱靠谱 什么靠谱靠谱啊 小苏 我今天来 实际上是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 惊喜 什么惊喜 你等等我 马上回来 等着我 只要不是惊吓就好了 只要不是惊吓就好了 惊喜 哎 你的电话 喂 我上次给你留了电话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嗯 什么时候有时间出来吃个饭呗 我们上次在基建馆见过的 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我给你的惊喜吧 怎么啦 怎么了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 什么 真的是好大一个惊喜啊 没有比这个更让我惊喜的 小苏 小苏 喂 你干嘛关我电话呀 谁呀 你这么快就把我忘记了 上次我们在基建馆见过的 你当时不是挺主动的吗 我想起来了 你搞错了 是上官要的你电话 对啊 对啊 就是上官啊 上次我从上官那儿 要的你的手机号码 然后我才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他的 不 你误会了 行运你的不是我 是上官 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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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 小苏 我想 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 但不管怎么样 我先向你道歉 交友是你的自由 没什么可道歉的 跟跟我打电话的女孩 是上官喜欢的 但至于我的号码 为什么会在她那儿 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 总之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 以后我就不这样了 好吗 我只是想为你去做一些改变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不喜欢以前的你 你不需要为我做任何的改变 小苏 你知道的 为你 我可以去尝试任何东西 我谢谢你可以跟我说这样子的话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刚刚接手雨天 应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不希望你把时间和精力 都浪费在我的身上 这次我来 接上车班 送你回去 谢谢你送我回来 谢谢你送我回来 我先上楼了 你先等等 已经很晚了 我明天还有工作 我送你到门口吧 你先回去吧 好了 已经到门口了 你先回去吧 晚安 小苏 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 让你喜欢上我 回去吧 让我走 你得松手啊 走了 前面路口右拐 我先走了 不开我 别回来 我再帮你 还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诚勿托》 《非诚勿托》 向远 快进来 进来吧 我就不进来了 樊律 让我把洗糖给你送过来 洗糖 对 我想给樊律补办一场婚礼 想请你跟雷宇峥 作为我们的证婚人 那是好事啊 什么时候 那是好事啊 就这两天吧 办完婚礼也 我就不在上海了 不在上海 那你去哪儿啊 雷宇峥回来了 我想 我也没有必要留在公司 你离开樊律 她能受得了吗 樊律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我相信 她应该能理解我做的决定 结完婚以后我们就离婚 因为我不想拖累她 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行了 我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向远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一定要说 小苏 我经历了这么多 现在我终于想清楚了 过去是我想要的太多 两个人在一起 真正的爱 是放手 现在才明白 也许是有点晚 但不管怎么样 顺其自然吧 谢谢你祝福我和樊律 我也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谢谢啊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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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痛了 跟竹洞约我出来吃饭了 点了这么多啊 那当然 见你一面不容易啊 那一会儿一定是我买单 你可别跟我抢 看来 这顿饭不单纯 你若不是有求于我 应该也不会想来约我见面吧 林向远之前找过我 他和蒋凡律想补办一个婚礼 请我们两个作证婚人 婚礼结束后 林向远就要离开雨天了 她要走怎么没过来跟我说一声 雨天现在还需要她 你真的准备 让林向远一直留在雨天 她做得挺好的 我没有理由赶她做 你今天来 是来替林向远探路的吗 那你回去告诉她 如果她还是一个男人 就让她堂堂正当地 站在我面前来跟我说 我想你误会了 跟林向远没有关系 像我这样一个旁观者 我都无法原谅她 何况是你呢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刚会雨天的时候 我的确很想报复她 照我以前的脾气 她现在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且永远不得踏足商界 但是你知道吗 她林向远其实也有机会搬到我 如果她在雨天最困难的时候 拿着股份 和恒山联合 甚至把我的一些计划 提前告诉恒山 那样 我一定很难东山再起 可她并没有这么做 其实除了你 蒋叔 凡律 他们也想让我往开一面 帮过林向远 那你是怎么说的 经历了这么多 其实我也明白了很多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残酷的 每一个人 随时都有可能丢失一切 她是如此 我又何尝不是 我现在 只想把握住生命中 最重要的东西 是 雨天是雷家的 不管你怎么做 你怎么选择 我都理解 好了 咱不聊这些沉重的话题了 绝非马上也要结婚了 不如让她和樊磊他们一起办了吧 你看怎么样 这主意不错呀 我回去马上告诉思琪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我这项链正的吧 正的正的 做自己 吸气 快 再吸 帮我把这边收一下 吸不动啊 我说你啊 都当新娘子的人了 还这么豪发 也不知道减减肥 那没办法 遇到真爱嫁给爱情 心情好 食欲自然就好了 好啦 蒋小姐今天也很美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我高跟鞋呢 我高跟鞋呢 看到我高跟鞋了吗 没有 你别着急 我出去帮你找找 谢谢 你别着急着去哪儿啊 我去旧厂 看什么呢 你送的 你知道的 我喜欢的东西 一定会带在身上 是吗 我不记得了 我喜欢的 可不仅仅是这条灵带 我还有事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不记得了 亲爱的各位朋友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相聚在一起 为林向远先生 蒋凡绿小姐 以及何秋飞先生 邹思琪小姐举行婚礼 此刻让我们把祝福的目光 投向代表着爱情 和永恒的幸福之门 有请美丽的新娘入场 我录下雨 来 拍摄 我录下雨 好 나�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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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幸福的花门 到婚礼的殿堂 也许只是短短的几十步 幸福的婚姻靠一辈子走过 那今天在现场的 每一个女孩心中 都会有一个骑士 希望这个骑士 能够陪她一辈子 在这里我们要祝福 两对新人 侄子之手与子偕老 让我们来共赌新郎新娘 不换对见 谢谢 等一下 向远 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 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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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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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着幸福出发 有请我们两位美丽的新娘 好 手蚊蚊 男人的蚊蚊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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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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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喂 怎么样 王先生对于我们修改的方案还满意吗 很喜欢 尤其喜欢你们玻璃和刚才翻新老房子的建议 才希望图纸出来后马上动工 那真的是太好了 对了 小苏姐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我怕我不在期间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已经帮你找好一位免费助理了 免费助理 是啊 他现在应该已经到你门口了 我觉得这个人挺不错的 一定能相中 他好像已经到了 先这样再见 好 好 杜老板 你好 出次见面 请多指教 怎么是你啊 听说你这缺助理 我是来应聘的呀 那不好意思 我想你走错门了 我现在不找助理 杜小姐就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啊 直接把办公室搬回家了 敬业 杜老板 可以开始办公了 雷宇峰 我知道的可是助理 不是老板 真的啊 我这工作室快要关门大吉了 我没有钱雇人 我对资新标准毫无要求 那我明白了 你是同情我 可怜我 杜老板 您看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 我来您这儿啊 是为了跟您学习的 学习 我这座小庙呀 容不下您这尊大佛 您还是请吧 谢谢您啊 你 你别在这儿给我裹乱了 我求求你了 杜老板 雷先生见你了 杜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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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给我一个试用期 三个月 就三个月 一个月 十天 十天我若是还是不能改变我自己的话 不能满足老板的要求 我一定主动辞职 你真这么坚持 君子绝无戏 行了 把这些拿去复印师傅 站着干吗 杜老板不好意思 这些事要哪里复印 得了老板 您放心 我马上回来 帮你可行 aire来 杜老板 喜欢 证实 要 并 Saud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真看不出来 深藏不露啊 还有这么一首呢 会做饭应该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吧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给别人做过 我说 我们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缺什么 酒呢 大菜 看着还不错 那当然了 你不看看谁做的 又来 喝点吧 老板 谢谢 您可是海量啊 谢谢 来 朱老板 胃口长开 谢谢你准备的美味晚餐 谢谢 来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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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得不够好吗 不 相反 是你做得太好了 你的好 我承受不起 我做得好 难道我也错了 你觉得你现在 还是你自己吗 我怎么就不是我自己了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 改变你自己 是不是现在我做任何事情 都已经无法再打动你了 魏宇峥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你还相信爱情吗 以前的我的确不相信爱情 但有人告诉我 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 你还不懂 当时我的确有些赤字一笔 直到我遇见了你 都小素 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曾经以为 爱情 就是不管对方做什么 你会无条件地选择 选择等待 并且原谅 可是现在的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好像有点做不到 所以对不起 我 我说过 这么说 你不仅 做不到 就是 我 如果 一个人 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